早晨,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天命新聞報導 這一宗真是大新聞 在美國東岸時間7月13日下午 特朗普在關鍵搖擺州份賓州出席支持者的集會期間 突然在現場傳出多下槍聲 在第三至四下槍聲期間 特朗普掩住右邊的耳朵 迅速地趴在港台下 同時多名突勤人員湧入身體包圍著特朗普 之後亦傳出多下槍聲 前後應該傳出8至11下左右的槍聲 之後突勤人員依然用血肉長城去保護特朗普 但當特朗普站起來的時候 大家看到現在封面的這張照片 他高舉拳頭 大聲疾呼FIGHT 然後現場的觀眾也不怕生命的安全 大聲地回應USA 現場的畫面也莫不怕震撼 槍手襲擊特朗普的位置 迅速地被特勤人員擊斃 現場五萬名觀眾也有一人中槍死亡 另外有兩個人嚴重受傷 這件事就是基本上可以講完特朗普遇襲受傷的事件 全國美國知道這件事 包括拜登在內都不停地譴責這件事 拜登團隊也說明 他將會停止所有競選活動 拜登也會跟特朗普聯絡 看看之後是怎樣的 據消息人士報導 在特朗普遇刺之後 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是右耳中槍 特朗普表示自己右邊有皮膚撕裂的感覺 很快止血了 亦出了院 之後的現場活動 特朗普仍然會繼續出席 跟拜登很大分別 另一方面 拜登真的有聯絡到特朗普 然後有兩位資深的白宮官員引述 拜登在特朗普遇襲之後 真的有打電話給特朗普 形容雙方對話良好 簡短 而且互相尊重 但沒有透露相關的內容 雖然大家都很不喜歡拜登 但拜登在這件事上 的確有一個君子之風 被擊斃的槍手 已經證實了是一個二十歲的白人男性 沒有記錯他的名字叫做 Thomas Matthew Crocs 他應該是登記為共和黨的選民 但他也曾經捐款給美國民主黨的組織 捐了15元美金 暫時未知道他有沒有進一步行動 因為在槍手的車內 懷疑查出爆炸的裝置 而他使用的手槍 使用不是手槍 他使用的一支槍 也是非常普遍的 被認為在美國人裡面 每二十個人 就有一個人拿著這支槍 整個案子有幾個地方值得留意 第一個留意就是 槍手是伏擊在135米範圍 左右的一個天台 瞄準著特朗普發言的位置 所以現場才會有觀眾中彈 特朗普也是因為這樣 他的友誼才會中槍 也有大量的評論 指責今次的特勤人員 他們的組織非常之不好 才會在這麼近的範圍裡面 一個都可以能夠觀察得到的 這個追擊地點是被人霸佔施以襲擊的 再可以說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居民有現場的人士留意得到 在兇手正式犯案之前 他已經在天台徘徊了一會 所以這件事是否有跡可尋呢 其實我覺得是能夠避免的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大機會 接下來特朗普出席其他 現場的競選活動 或者集會的時候 都有可能會面對相關的 恐怖威嚇或者暴力的襲擊 因為早前 當然基數不知道有多少 芝加哥大學在6月底 進行一個調查 發現有接受訪問的 10%美國人裡面 是有10%的人 不不不 我應該完整一點 在芝加哥大學 他進行一個問卷調查 其中有10%的美國人 是認同 是支持 對特朗普私家暴力行為 去阻止 美國再一次被特朗普成為總統 所以這些政治暴力事件 會不會繼續出現 我覺得是絕對會發生的 但是特朗普非常之厲害 第一就是 他這一張 面對被襲擊 仍然是站起來 因為拜登舉高拳頭的強人 英雄形象 基本上 在市場方面 是不能輸的 所以 這張照片 這個強人形象 可以說 是定性了 現在的美國總統大選 他很大機會 是以壓倒性的優勢 贏拜登 當然 經歷過這件事 也轉移了拜登黨內的矛盾和焦點 因為拜登隨著北約峰會的一些口誤 黨內包括佩洛西和歐巴馬 其實都是在策劃怎樣換燈 即是叫拜登退選 叫賀錦麗或者其他人 去頂替他成為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之前在美國總統電視辯論之後 已經有十幾位現任的國會 美國民主黨的議員要求他退選 在早前有24名前國會的美國民主黨的議員 都聯署要求他退選 今次之後很大機會他的壓力會減少 因為全世界的焦點都去了特朗普 雖然拜登強調 美國不能夠容忍這種暴力 這是一個有病的行為 而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去保護美國這個國家 其實他的說法和特朗普 他好之後出來說的聲明是類似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隨著兩邊激化的選民情緒 只會看到美國會進一步撕裂 在這宗案發生之後 其實全球多國的政要都有譴責事件 包括拜登 俄羅斯很好笑 就是因為拜登政府創造這種暴力的政治氣氛 才會引發這件事 賀錦麗奧巴馬 美國共和黨那邊的前總統小布殊 新的首相英國首相施紀賢 然後現任的日本首相岡田文雄 匈牙利總理也有紛紛出來譴責事件 以及希望特朗普盡快康復 這裡可以再說多一點 因為楊天明 我們香港神算子 在今年初說 特朗普犯太歲有生命危險 有機會會中槍 被他算中了 很厲害 就是香港之光 算贏了全世界 另外一件事就是關於這次槍擊案的陰謀論 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特朗普是否自編自導自演 第二個是否拜登去策劃 因為現在有一位被認為 很大機會成為特朗普副手的其中一位候選人 就出來譴責 拜登說 就是他在後面這樣煽動 才會有人衝出來 去焚特朗普幾槍 託賴特朗普福大命大 只是中了右耳 我輕輕說一下這兩個陰謀論 我覺得這兩個陰謀論都不成立 第一件事就是 拜登黨內的矛盾很刺激 哪怕早前在北約峰會之前 其實英國、法國、德國 歐洲大國的領袖 都開聲支持拜登連任 但是他們黨內 甚至美國的選民 都非常擔心 拜登的年紀 又或者他的精神狀況 有沒有能力繼續做下去 特別是美國大選的 辯論和北約峰會 都出現口恥不清和口誤的狀況 所以拜登黨內有很嚴重的矛盾 他要做的 他就不如去封槍射自己 拜登與其封槍射 特朗普射死他 不如封槍射自己兩槍 總之自己不要死 這樣反而有利他的選情 因為想當日美國總統列根 在中槍之後 他的民調支持度 是大幅領先二十幾個百分點 對於基礎的政治學 這些經常都說的政治學101 我們會知道 一個政治人物受到這些槍傷 然後他以一個英雄式的回應 其實是很受市民歡迎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任何的選戰都是Marketing的戰爭 是宣傳的戰爭 你宣傳贏了就贏了 所以拜登是否有策劃到 又或者他有煽動到這件事 我不認同 第二件事就來了 特朗普 是否自編自導自演 我覺得他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亦都是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本身特朗普的民調領先拜登 當然大家都會很擔心 上一屆美國大選的拜登曲線會再次出現 即是疑似投票機的選舉舞弊行為 但特朗普是否真的有必要冒著這個生命危險 去伏擊自己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回這宗槍擊案 這個可以說是暗殺 刺殺 特朗普如果那支槍的子彈 是偏離1、2cm 特朗普有機會掛柴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要做到自己有機會掛柴的情況下 自編自導自演 一出這個槍擊事件來提高自己的支持度呢 我覺得他沒有這樣的必要 他可以用更加安全的方法 去令自己提升他的支持度 到最後再評論多兩句 這一次特朗普集會遭遇到槍手襲擊受傷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政治人物 遭受這些襲擊之後 他的民調或者支持度都會急劇上升 但是都必須要承認 特朗普絕對是一個Marketing的天才 因為試想一下 一個剛剛受傷的總統大選候選人 他冒著生命危險 冒著還有機會被人開第2、3、4、5、6、7、8槍的風險 站起來 不顧周圍的保安和特勤人員的阻撓 舉高自己的手 大聲叫FIGHT 我們去進攻 我們去打 這個畫面 這張照片是毫無疑問地 是對美國任何中間選民 其實不是希望特朗普 特朗普這次已經大步濫過 因為他受傷之後很快止血 包紮員就可以出院 接下來下個星期的現場集會 包括共和黨的全國大會 他都會出席 但是我剛剛也有說到 有民調指 其實真的有一小撮的選民 雖然說小撮但數字都不少的選民 認同是需要對特朗普施襲去阻止 他繼續競選這個總統寶座 所以可以預期就是 哪怕今次的槍擊 令到他的民調 他的支持度一定會大幅上升 他這次總統大選很大機會 以壓倒性的優勢 贏拜登也好 之後呢 亦都會可能有 繼續有這些相似 或者相關的暴力事件發生 希望特朗普 叫做貴人自有天上 希望他就 沒有什麼事都沒有 平平安安選贏 希望他選贏之後 會跟中國再談 第二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 今次的新聞報道就來到這裡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逢星期六晚上 都會有時事周報跟大家說 一個香港的新聞、政策研究和國際局勢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我們下部影片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